11月11日的時間,焦點爆新聞,早午晚更新 今天拍這條影片,我很想追蹤這個河馬事件 大家如果看回網上的資料,先這樣說,我有一段時間沒有怎樣跟貼 關注組,我有睬過眼睛 但是我收到的整個畫面,首先第一,現在河馬大小號頻道都刪除了 我一定要抱有一個中肯地去質疑 究竟他是完全被紅牌收皮,還是他自己把頻道刪除了? 還是有某一些人幫他刪除那條頻道呢? 這個,老實說,在客觀條件上,大家是未必一定知道的 當然,主觀地,如果你根據一些線索和資料 大概我們get到大號,就是收到三張紅牌,然後沒有了 但是小號並非這樣的,但是為什麼都沒有了呢? 那會不會他落入了,就是剛才我所說的是他自己刪除 或者有某軍幫他刪除呢? 不過anyway,這些都不是重點來的,原則上 最大的得到的一個picture就是他大小號也刪除了 現在就變成他只剩下一條channel,就是第三條的頻道 專門放一些短視頻上去的 某程度上,我懷疑這個channel 都很大機會是河馬本人的 對啦,應該是並沒有任何人的控制的 我相信,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跟我今天的一個大膽的估算是絕對有關 大膽的估算絕對有關 也是豐富娛樂性的 那所以呢,我想大家先訂閱我們的焦點視頻 焦點FMTV的channel 同時也訂閱我們爆新聞FM News的channel 這個看法呢,是源自於他第三條頻道 和他種種的事情 大家如果又記得,之前有一個翻天覆地的轉變 這個叫做紫色帽的女人 和他對完一條數之後呢 似乎在河馬的事件上 他身處的形勢和他所有的做法都是急轉直 坊間就說了很多事情 就是買了一些錢的問題 分裝不運 那之前我就說過這個不是這個 極有可能就並非分裝不運 純粹就只是預期落差的問題 那但是去到最近我突然間有一個新觀點 那由於呢就是就是PK大師 那PK大師就在他的這個Facebook 他突然間叮了一句 他就說,為何這條胖婆 她連唱歌都不露面呢 她都要用Shorts來去做呢 那我就不斷在那裡思考了 不斷在那裡思考了 對呀,為何呢 為何這條胖婆不出樣子呢 他就算最近的所有的Shorts 他都是舊片來的 即是有他的樣子 拍著可白 自己不出樣子 是不是有些古怪呢 有一張疑似是可能最近拍的照片 我看到有人說他有雙眼皮之類 是不是 但是重點是 其實無論是長視頻、短視頻還是直播 其實河馬是可以露面的 以他一個這麼喜歡自戀的人 為什麼不出鏡呢 所以 當我想起其他關於一些時地人的元素 我大膽假設一個 極有可能的事情 這個可能是錯的 但是我一定要這麼說 它真的都有機會發生的 你可以當我是編劇上身 但是 如果套進一些性格上 真的有可能 我大膽假設 河馬 是和阿可白 有了他們的愛情結晶品 我想大家聽完之後會 蛤? 不是吧 但是我從來不同的角度 大家一起去分析 我們一起去推理一下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喏 第一 第一 現在 河馬 如果你們有看到 他就是不停在拍一些短片 短片 早餐吃些什麼 有時候是下午吃些什麼 大家都在不停針對 他那些吃些什麼 這樣 是不是 喂 裡面你看到 有水魚 又補這個 那裡有藥材 之類的 然後有花膠 喂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 什麼滋陰 補身體的東西 是吧 你可以說 他比較可白 但是當然 同時都是河馬想吃的東西 是不是 喂 首先 在食材上 我個人見解 我就看到他就是專吃 或者吃很多一些補身的東西 是不是 好了 這些就是他的sorts 想表達的東西 好了 第二 我們想一想 他現在他在哪裡呢 我認為他兩個 已經不在香港 他兩個 是在大陸 絕對是在大陸 為什麼 如果 如果 他們在香港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要四周圍經常走 不停走 一直走 是不是 如果他真的是 拖住了個 拖住了個B 是不是 喂 他這樣 每天都走 兩夫妻在香港 提心吊膽 搞不定 反而大陸不同 地大脈搏 是不是 沒有人追擊他 那 安心養胎 是不是 第三點 大家有沒有看到可白 鬧極都不走 那當然你說 哇 可白狠狗 是不是 但是重點就是 你也看到 可白 是真的 完全什麼 就是 死心塌地 好像跟著這個人 你覺得很奇怪 那件事 是我覺得 對不對 就是 他看不通 我們理解 但是他完全是 迷了下去 再加上 就是 我也要說 我不知道這條片 有沒有機會 可白那五個子女看到 可白現在搞成這樣 你們當生小過 不 對不起 你們當沒有被可白生過 那件事 他有了 我覺得 這個可能性 已經是去到二十至三十的百分比 那件事 所以 你們就當沒有被可白生過 而 如果你再 想心一層 何馬之前 他講的那些 體育 王Sir 那些 你側面 如果你從一個主觀角度 你 你從一個最直接的角度看 當然你會理解就是 他拿這些東西來擊可白 然後再做收視 對不對 但是同時你也不要忽略有一個可能性 他拿這些來擊可白 就是讓可白晚上去搞他 這件事真的不是開玩笑 這個可能性同時是存在的 那件事 所以 這就是可白的層面 是不是 喂 種種幾樣東西加起來 又吃東西 然後就是 我認為他們在大陸的時間 絕對相對地是多 是不是 何馬不停拿著那一點 我九十日內 我回來一次 你都催我不將 這個是何馬從來都是拿著的觀點 對不對 喂 所以 我告訴你 很簡單 而已 我想 兩三個月後 如果你看到他出來 肥了整個馬 那你知道什麼事了 或者可能 以他的性格 是不是 兩三個月後 他出來宣布 那件事就是這樣 那再加上 剛才所說的可白 是不是 就是那個情況 喂 真是 在我角度來講 真是有點像 像到 都幾像 這件事 所以 大家 可以 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所以 這些都是 吃花生的 我見到 有時候 網上關注組的人 是吧 不斷在深究 究竟是何馬吃什麼 怎樣怎樣 又說 那些什麼 花膠 魚肚 那些 唉 他沒有知識的 你們不用跟他去深究 是不是 每天追著他 何必 不要浪費自己的時間 那件事是這樣 但是總而言之 在我層面 我覺得 咦 一個大膽假設 亦都可能 極具娛樂性的假設 不一定是對 可能很大機會錯 但是我覺得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因為他已經開始肥了 當他有了之後 所以他不想上鏡 是有可能的 那件事是很大機會 現時看這個情況 你說他那些雙不雙眼皮 那些我沒有留意 坦白說 我沒有看回他以前的影片 來做對比 那 所以 大家 繼續 密切關注這件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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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